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古龙珠的演出《三部茅庐》 各安天下 而这卧龙正是隐居在襄阳城溪二十里的龙中诸葛亮 天空城上龙中部队 没错 没错了 这就是诸葛卧龙先生的家 哈哈哈哈 走 稍等 三地且慢 为了表达诚意 还是我亲自教训的诚 嗯 有道理 请问诸葛先生在家吗 我在 请问莫龙先生在家吗 对 诸葛亮在家吗 你要上街吗 你是谁呀 我要呀 大胆小儿 这是我说的五年 三地 莫可峰 啊 你的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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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鲜子 我来拜访 正儿小兄弟 请你是 我 我是我家先生书童 我家先生今日不在 你们 请回吧 我来了 小兄弟 你不准何时回来呢 小兄弟 你不准何时回来呢 小兄弟 谢谢三弟 不客气二哥 哎 今天 真是不巧 看来 我们只有改日再来拜访了 二弟 三弟 我们走 再次来到了 诸葛亮的准处 三弟 一会儿 见到诸葛先生 切莫无礼 我进去便是 你得 在人外等候 让不起 让不起 我呀呀呀 三爷救命 你 竟敢拉水 扑我眼光 看我们载了你 三弟 不可胡来 先生 实在对不住 实在对不住啊 不碍事 不碍事的 这小兄弟 在下刘备 上次 见过他 实在是不巧 我家先生啊 今日外出咸游去了 何时回来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 我呀呀呀呀 哥哥 所以是我们第二次拜访 诸葛那 是必不客户有虚名 必没不见 就必 刁难哥哥 哥哥要见哪 带安藏飞用一个麻省 让他放来便是 胡闹 我等 就再次等候 哥哥 今天天气很冷 还下着大雪 要不 我们改日 再来拜一拜 我 哦 下雪了吗 下雪了吗 哈哈哈哈 叫你呀 两次到榜 都未见到诸葛亮 使得关羽张飞 开始怀疑 诸葛亮 只是徒有虚名 纷纷劝说刘备放弃 胡汉师的心愿 让他义无反顾的 再次来到了 朱格格草 三弟 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 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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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京城所至 今天一定能见到的 哼 如若今日 朱格纳斯 再不现身 我就一把火 烧了他的草门 我家先生啊 今日在家呢 太好了 太好了 二弟 三弟 今天 我们终于可以见到 朱格先生了 恭喜哥哥 我家先生 此刻正在休息 恐怕 无边见客 不碍事 不碍事 不碍事的 我等 就在此等候先生 醒来便知 那好吧 大梦 谁先群 平生 我自居 在下刘备 在此 已恭候先生 多许了 先得 两次拜访 昨日 才见到 知将军 一心一意 为国为民 只可惜 亮太年轻了 没多少见识 只怕 慰悟了将军 哪里 司马规 和徐原执 那都是 士之高士 但是 他们二人都举箭 情是虚 哈哈哈哈 亮 只是一见农夫 二公 高看了 大丈夫 学义 致幼 王先生 以天下 苍生为灭 汉子 就要完了 奸臣当道 留备我 自不量力 欲为天下 伸张大义 然而 却 智术短前 始终 没有成就 我想 只有像先生这样的人 才能挽救天下 苍生的厄运 还请先生 不虑 刺脚 自动拙 作乱以来 天下 豪杰并且 曹操的实力 虽不及袁绍 却能够 克制袁绍的原因 你们知道 是为什么吗 不是占据天使 而是在于 仁某 如今 曹操已拥有百万之众 习天子 已令诸侯 实在万难 与其亢奉 孙权 占据江东 已历经三代 帝是显要 人民复合 此可以 作为软柱 但万不可 对其 有图谋啊 那 我该 如何是好 还请先生 明示 将近 请 看 江州这个地方 四通大马 是用武之地 他现在的主人 是守不住的 这是天意 要留给将军的 招来英雄 思贤如可 等到天下 形势有变 可派一丸大将 出荆州 直取冤落 将军自民兵 百出行川 直取冲圆 到那时 百姓 哪有不支持将军的呢 则 八叶可成 换世 可兴啊 若先生不嫌弃 还请出山 相助 借此恶不出山 这天下 苍世 可 如何是好 我 七尊乃宝 三五亮 于这草炉之中 亮 甚至感激 如若将军不嫌弃 亮愿小圈吧 是 现在野猪已经看完了 大家感觉怎么样